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2月25号 周五老王给大家做的下周市场预测和看好个股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都看到今天是周五 俄罗斯进军乌克兰已经打到了基辅的首都乌克兰的城下 我们看到在未来的周六和周日将会是一场激战 这也将会影响到本下一周的股市 周日是在6点钟东部时间美股期货开盘 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有一个网站叫Weekend on Wall Street的走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很多朋友都在问老王是不是牛市又要来了 是不是这个熊市已经结束 这是蛮可笑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来看最近两天的市场在周四和周五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弹 如果上周的大家在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听我们的这个视频 我曾经说过 我是少数几个人曾经说过的 我说什么 我说如果这个打仗的话 我们会看到一场应该说这个道琼会涨1000点 那么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 所以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的开始的这段时间 我曾经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直播 我曾经告诉大家 当真正的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 道琼会涨1000点 会涨1000点 那么果然这件事发生了 但是现在大家都开始又很乐观 觉得好像这个市场又要涨了 我们看到这个如果SPY424 这个420是一个大的头肩底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量在周五的时候 反弹的量是非常少的 这就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也在这个时间之窗 跟大家讲2月19号就是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 那么因为这周一呢是总统日 也就是其实就是华盛顿的生日 周二才开盘 那我说周二的低点呢可能是一个市场的低点 然后我们面临2个28号 很多朋友问我什么是时间之窗 它就是一个时间的短期的一个 比如说11月11号2021年是一个高点 还有1月4号呢是一个凹汤汗 所以2月28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之窗 因为它是2月1月4号以后的55个交易日 2月28号 那我认为呢大盘呢非常可能呢 在2月28号就可能出现反转 前两天我在说2月19号时间之窗的时候呢 居然有一些喷子呢来说 哎呀老王啊 你当时说2月19号2月22号是时间之窗 结果我把股票卖了啊 你要好好研究呀 大家看到了什么了 周四是出现大涨 所以如果你听老王的时间之窗的话 你反而赚到钱 你反而赚到钱 所以喷子们啊别乱喷啊 我也知道你们有的人呢是不安好心的啊 但是呢 说明你看了这个东西 不管你信不信呢 我们面临了2月28号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之窗 非常可能大盘呢将会继续走低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这根线呢是200天线啊 在437 现在这个形势呢真的是不容乐观 无论我们看所有的均线啊 都是一个其实是什么 都是在下行趋势 无论是均线的排列 还是 还是趋势线 其实都不容乐观 这个还是一个头肩底 那么 我还是用惯例呢 跟大家做一个时间之窗的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进入了这个二浪的一个反弹 因为我们从这个2月9号下跌 这个是一浪 虽然这个跌幅呢 非常大 但是因为今天的一个反弹呢 穿越了四浪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变成一个二浪 然后我们会有三浪的下跌 四浪和五浪 我们的一浪和三浪 三浪永远不是最短的一条浪 所以这个一浪已经下跌那么多的话 二浪会走的 三浪下跌的话会走的更多 所以下周的市场的预测呢 我还是看跌的 那么下周呢 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济数据啊 我稍微呢 就跟大家讲一下用这个IBD啊 因为这个IBD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么我们主要的是Payroll啊 在周五的时候啊 按照惯例呢 还是 8点半啊 8点半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周四呢 有这个OPEC会议 包括俄罗斯呢 都周三呢 都会参加这个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议啊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下周的业绩方面呢 是Lucent 是在周一盘后啊 今天也有朋友 很多朋友问我 我说还是尽量避免 不要去买这个电动汽车的股票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迷恋 大家还是不愿意割肉啊 Balink 也在周一盘后 RIDE是周二的周一的盘前 这都是电动汽车相关的 那么我们看到Salesforce CRM将在3月1号啊 在 这个3月1号 对3月1号就是周二啊 将公布业绩 然后weekday呢 将会也是啊 在2月28号公布业绩 还有Target Costco Target是周二的Costco 都在盘前啊 Best Buy 是在周四 HPQ 周一盘后 然后中国的百度啊 还有Bilibili 这些都会 IQ 爱奇艺 以及这个很多 晶片公司都会在下周 那么 我每一天在周日 我会给大家一个短视频 我们看需要 如果大盘真的跌的很多 或者涨很多 我们会做一个直播 否则我们周一呢 就会给大家cover 来详述每一天的 每一周 每一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报告 那么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820的信号 820的信号呢 从这个 2月1号以来呢 现在还有一个交易日呢 我们将会完成2月份的公测 我们会每天 每日啊 都在 每一周 我们都会跟大家 公告一下 我们的交易的结果 那么我们这一周呢 获得了 这个月呢 获得了 你看今天的话 是我们是 五战四胜一副 那么从这个 2月1号的公测以来呢 我们总共做了 接近100笔交易 总共是96笔交易 我们的回报率呢 70.83个percent 70.83 70.83 我们的资金的投入呢 资金的投资金的获益呢 是7953 我们在周四呢 出了一个状况 当时我在盘前呢 关于一个单子的问题呢 我说撤销这张单子 结果发现没有撤销 否则的话 我们的业绩应该在1万以上 所以非常遗憾 那么有些朋友呢 会说 哎呀老王 你今天美洲华尔街的回报率 好像没有显示出 你在赚钱 那是这样的 因为我上次给跟大家讲 我买了阿里巴巴 我买了Madonna 我买了Tesla 也就是1月份买的吧 但是现在都在赔钱 所以这个 我今天在路上呢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在熊市当中啊 很多股票 真的都跑不过银行的利息 哪怕银行给我 0.2%的利息 也比输钱要好 而且我这些股票 阿里巴巴 Madonna 都是Tesla 都是1月份 1月中买的 价格来讲要比去年的话 要好太多了啊 但是还是赔钱 所以我下周呢 准备把这些股票 浮高就抛掉了 虽然Madonna 这次业绩 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阿里巴巴 跌破110 Tesla回调到 反弹到800 这周跌到700多 700啊 但是 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呢 我想下周呢 逐渐清光 然后着重做短线 朋友们 现在如果你做长线的话 你不要希望有 有赚钱的可能 我觉得 除非你买了很久以前 啊 否则你在1月份买的话 今年可能赚不了太多的钱 我们用820信号呢 给了这个 给我们的会员呢 实实在在稳定的盈利 很多朋友问我 今天到底 你投了多少钱 第一个月 我们的成本 资本才1万块钱 三月份呢 第二第三周 我们投入了 3万块钱 或者最多5万块钱 所以我们的回报率是得到保障 所以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 每日的直播间 喷子就不必了 有的喷子就故意的 说这个时间之窗 结果你想想 你的回报率 如果在周四周五 当然你会受到一些惊吓 但是你的回报率远远要比 你以前想卖的这个价格要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要参加我的直播间的话 每天八点到四点 一天一杯咖啡 前加我的微信 了解我们的820的信号 820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非常实用的信号 绿线持有 绿线买进 红K线抛掉 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祝愿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我是老王 拜拜